到澳洲旅游 除了观光客一定会被推坑的绵羊油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讲究天然环保的美妆好物哦 今天一次介绍给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我之前介绍了很多法国药妆必买 美国药妆必买 今天我们来到澳洲的药妆店 帮大家介绍必买的明星好物 到澳洲逛药妆店 你一定要去逛的啊 是Chemester Warehouse这一家药妆店 因为啊 它是在澳洲最大的连锁药妆店 除了卖一些美妆品 药妆品 日用品 它其实还是一个大型的药局 也提供医师的处方签 那里面其实也非常非常多的折扣 澳洲啊 其实有很多美妆品牌 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可能是澳洲地级的人林吧 就是自然的景观 自然的植物非常的丰富 所以他们的品牌 大部分都是以自然啊 环保啊 有机为取向 所以他们的美妆产品 后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标志 是说像是素食可用啊 全素可用啊 或者是有一些有机的认证 这是他们的特色 第一个啊 我要介绍的啊 是澳洲的国民品牌 它叫做星期四农妆 就是这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啊 它其实在1976年就成立了 到现在有40多年 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百分之百的纯茶素精油 那为什么它要叫做星期四农妆呢 因为它的创办人Eric 是在星期四成立它的农妆 跟它的实验室的 星期四农妆啊 它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茶树精油系列 它从大概洗脸啊 精华液乳霜都有 那我今天买的这一条啊 它其实是最有名的 茶树抗痘凝胶 这条凝胶啊 可以说是痘痘界的终极救星 它的包装啊 其实是医药级的铝管包装 你看就是一个铝管 然后它就是完全的封口 那你要用的时候就是 一样用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透明的凝胶 它是一个呈现就是有点点白色 半透明的一个凝胶 那这个凝胶其实质地满浓稠的 这味道真的很浓耶 就是一打开就是整个我身边 我现在满鼻子都是一个茶树精油的味道 它真的很纯正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星期四农妆的抗痘凝胶 一定要去买来试用看看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的是来自纽西兰的 这个纯天然的有机玫瑰果油 那这个其实是在2002年创立 创办人是两个姐妹 她们希望啊利用这个纯玫瑰果油的这个天然 然后无香精 而且得到欧盟认证的这个玫瑰果油 可以发挥保养肌服务的一个非常好的疗效 这一瓶小小的全校纯玫瑰果油啊 是她们最明星的产品 那其实纯玫瑰果油到底跟玫瑰精油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是差蛮多的 因为其实纯玫瑰精油它是由花瓣萃取蒸馏而成 它会有很香很香的玫瑰花味 那这个玫瑰果油它其实是也强为的果实萃取 里面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那这个对皮肤有哪些好处呢 就是里面啊含有了Omega369 对于就是有一些皮肤很干的人啊 就可以解决干燥干纹跟皱纹的现象 大概第一个两三滴 它就可以完整的推开来 其实是很容易就推开来 很轻然后肌肤上会留下一种润润的感觉 就如果你很干燥紧绷的肌肤 它可以瞬间得到舒缓 接下来啊是一个标榜 绝对使用天然成分的一个护肤品牌 它叫做Sukin 那我觉得它们有一个很好的贴心的设计 就是在它们的瓶身后面啊 这边有很多Node的列表 就是说它们不使用到的一些人工化学的成分 全部都标示在这边 那当然它们的官网里面啊 也有一些Node的列表 就是我们不用什么不用什么 那在官网上面啊 它们也发起一个免费交换产品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蛮有趣的哦 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的手上 正在使用某一个保养品 你发现里面它用的成分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你不想用的话 如果产品还剩下四分之三左右 你可以把产品寄到他们公司 他们公司就会换一瓶他们的产品给你 而且保证不使用那些人工化学成分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使用的机会 那我手上的这个啊泡泡洗面乳 其实是一般人蛮常用到的产品 比较适合中性到混合型的肌肤使用 那凝胶的剂型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清除 就是比较淡妆啊 或者是一些脸上的脏污 那它里面也使用到很多天然的成分 像是羊柑橘啊 或者是玫瑰果油啊 或是芦荟这些很自然的成分 大家都可以买来洗洗看哦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来自澳洲跟纽西兰 能够媲美医美疗效的护肤品牌 第一个啊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的蜂毒面膜 其实蜂毒面膜一直都放在我的保养口袋名单里面 这一次啊我也买回来就是想要来试用看看 那这个蜂毒面膜啊 它的创办公司其实是集结了三代的养蜂经验 而且是第一个把蜂毒跟纽西兰独有的麦卢卡蜂蜜结合的品牌 那什么是麦卢卡蜂蜜呢 其实它是产在于纽西兰的一个麦卢卡树的花蜜 它的品种非常的稀少 而且它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所以它有一体黄金的美称 那它用在保养上面有什么疗效呢 就是这个麦卢卡蜂蜜 它可以舒缓抗发炎跟滋养肌肤 像大家都知道的KELSE有一款蜂蜜霜 它就是有用到来自纽西兰的麦卢卡蜂蜜 当初把蜂毒跟麦卢卡蜂蜜结合啊 其实是用来治疗农民的关节炎的困扰 后来啊他们就发现再加上一点点油脂 竟然可以促进肌肤的天然胶原蛋白的增生 让皱纹比较不明显 而且有点泪肉毒感菌的效果 所以大家就惊为天人 那我手上这一瓶红色标签的这个蜂毒面膜啊 我自己就觉得怀着很期待的心来试用 那打开来之后啊它其实是一个乳白色的乳霜质地 味道闻起来其实是有点老派乳霜的味道 听说啊有一些人在敷的时候会有点微微的刺激感 那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感觉 敷完面膜洗掉之后 我自己是觉得我的皮肤好像变得比较有点紧实 那如果有一些纹路的人 我是建议可以在一些法令纹再厚敷一点 然后敷久一点 那个改善的效果应该会更明显 接下来也是一支就是非常有疗效的产品 在网路上面也都非常的火红 它的名字也非常的响亮 叫做水光针 那它其实正确的产品的名称是 玻尿酸胶原蛋白精华液 那我自己啊其实也被这个水光针吸引 因为它直接就做成一个针筒的形式 你就觉得好像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那其实这个牌子啊 其实在2014年就成立了 它已经推出第五代 这是第五代的水光针 那这一瓶呢 它就是把一些玻尿酸跟胶原蛋白微分子化 就让它变得分子很小 而且它是用天然的植物的成分来做 所以呢你只要轻轻抹 它就可以很快的渗透到肌肤里面 发挥一些美白啊 抗老 保湿 紧致光泽的效果 它就是像按压就像打针一样 就是一次挤出来 就是这样一滴 好这就是它的玻尿酸 胶原蛋白精华 然后是透明的 其实有点浓稠 可是它非常的滑 一点点它就可以涂抹整个脸 涂完之后刚开始会很滑 可是其实在擦眉几次 它就马上就被吸收了 然后呢皮肤上面就是有点保湿的润泽感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澳洲的万用霜类 因为万用霜真的是太多人喜欢用了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这个 就是蜂蜜实在是蜂蜜全球 还是蜂蜜台湾蜂蜜亚洲的冰冰霜 那冰冰霜它就是一个维生素E乳霜嘛 它里面就是用了很多的维生素E跟杏和油 所以大家去澳洲买也会买到这个冰冰霜 而且澳洲有一个澳洲版本是加了绵羊油的冰冰霜 如果你的皮肤真的很干 我建议你可以去买加了绵羊油的冰冰霜 除了冰冰霜之外啊 其实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澳洲买不到的冰冰霜的护唇油版 那其实这个是在台湾大概在秋天才上市的 而且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才买得到 除了使用跟冰冰霜一样的成分之外呢 它还添加了蜂蜜跟乳木果油 所以如果就是皮肤 嘴唇皮肤比较干燥的人可以买 那为什么它只有台湾独卖呢 因为它是所有都是澳洲的成分 品管跟制药规则 可是是在台湾生产制造 除了冰冰霜之外啊 大家应该最爱的就是木瓜霜了吧 红管的木瓜霜啊 它其实里面用到了一些凡士林的成分 还有一些木瓜的成分 所以它对于一些皮肤干燥啊 或者是甚至烧烫伤都有很好的效果 除了这个红管的木瓜霜 其实澳洲还有另外一个新的是黑管的木瓜霜 那这一次我也有带回来 这个就是黑管的木瓜霜 那黑管的木瓜霜跟红管的木瓜霜有什么不同呢 红管的木瓜霜它木瓜的品种用到的是黄肉的木瓜 那黑管的木瓜霜它里面用到的是红肉品种的木瓜 它其实用的是有机栽种的方式来栽种这个木瓜 而且把这个木瓜的皮啊肉啊跟种子啊 都经过一个特殊的处理方式得到了一个木瓜酵素 那这个木瓜酵素就可以帮助肌肤轻微的代谢角质 并且促进肌肤的根深 那它有一些万用膏 还有一些护唇膏 都是这个牌子很好的品项 接下来我要介绍两个澳洲的文青品牌 一个啊就是ESOP 这个牌子其实在台湾也非常非常多年了 那我自己其实蛮喜欢ESOP这个牌子 因为它就是也是很纯植物 然后就是对肌肤没有太大的负担 那它其实在世界各国有很多的专卖店 然后呢它店面的设计都很不一样 因为它标榜可以把就是品牌 融入到各个城市的特色 所以它的店面的设计都非常的有设计感 我觉得如果去澳洲也可以去逛逛它的专卖店 因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设计感 那这一瓶啊是他们最有名的一个大马士革的玫瑰精露 那它也是品牌第一瓶就是推出的脸部使用的精华露 那它的精露其实啊就是大概低两滴 你觉得就是低两滴保湿的效果不够 其实你可以用叠加的方式不断的叠加上去 就可以提供极度干燥的皮肤也有很大的保护效果 另外一个啊也是在澳洲最近非常人气高的一个高科技的直萃品牌 就是这个GA 它其实也蛮有文青感的 那包装的设计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像这种咖啡色的药罐设计跟一些简单的字 那它现在在澳洲大概就是走百货公司的通路 之后也会成立一些专卖店 这一瓶啊是它的三效超抗氧的精华液 那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这瓶精华 因为它是完全无油的配方 挤出来啊是那种几乎是透明感的精华液 那它加了很多抗氧化的配方 还有一些芦荟的直萃 所以对于就是我们身处在一些城市环境污染的地方 它可以去净化我们的皮肤 让肌肤回到就是最干净原始的状态 以上啊就是我介绍来自澳洲跟纽西兰的一些美妆好物 那我要提醒一下 因为澳洲的一些产品 大部分都是讲究植物天然直萃的成分 所以它的效期其实比较短 通常开封之后六个月就要赶快使用完毕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美容保养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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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